你放到中輪的話 真的是得拿顯微鏡 都不一定相得好 哈囉 各位 最近訂竿子的 因為我們現在環越來越多種 而且越來越多變環 越來越漂亮 但是現在要遇到一個情況就是 哪些環我們中輪可以做 因為主要搭配上前置 今天請仁哥來跟我們講解 OK 我們原本啊 最早這個環 大部分是針對握把上下去改變 中輪大輪以前啊 有一段時間 它一直維持就是B2環 就是標準環 後來慢慢慢慢 金標開始亮多了 從金標開始就有蠻多人 希望它是整體 都同一個環 但是環我們越出越多的時候 它有很多的環 為什麼中輪做不了 跟各位解釋一下 這中輪 它直徑是最細的 你同樣一個設計 這個環放在這裡 跟放在這裡 它的所有的鑲嵌的件 都要等比例縮小 不但它的寬度也要改變 它的所有的每一塊的大小 都要跟著這個直徑擦 從這邊說到這邊 所以有的會說到是 鑲不了 太小 你沒有辦法去好好鑲了 這有好幾個是這樣的 這個已經算有點勉強了 不過我們還是 它裡面有 有這很小的這個小配件 那已經太小了 再搞下去 可能就是要在顯微鏡上面鑲 所以一般看不到了 是吧 那其實這些年下來有好多個 它都是做不了那個中輪環的 包括以前的也是 像我們在公佈這個數據 這個數據是它的寬度 就是這個寬度 哦 幾個毫幾個毫 就是沒有寫的 沒有寫中輪的就是做不了的 對很簡單 這邊也很多 嗯哼哼 它做不了 嗯哼哼 比較可奇的就是這個 這個劉金環 嗯哼 好 劉金環最近看我那個八寶桿上面 也有一點環 所以它中輪我也得換一個 嗯哼 因為這個劉金環 外號288嘛 一個環有288個鑲嵌 你只要4個環 你就超過1000個鑲嵌 這個太小了 它就放到大輪上面都很小 你放到中輪的話 真的是得拿顯微鏡 都不一定相得好 就像在做這次表一樣 有的零件已經太小 找到你沒法去給它去毛邊 就是你CNC弄下來這些小配件 你得給它拋 它的那個什麼 所有的毛邊 都得清乾淨打磨 然後才鑲進去 那時候看都看不到了 你方向也會搞不清楚 所以它有很多沒有寫中輪的就是 它一定有它的原因 不過有幾個是一直都沒有人去 提出來說要做中輪 其實一定是很漂亮的人 才會去想嘛 講說我中輪你要這個話 否則的話應該不會有的 粉絲朋友們 想要和我跟人哥深度連接的 趕緊加入我們的人肝粉絲群哦